木乃伊打了个大空屁 苏醒后歪头迈个萌 他到了背82年红茶 翘着二郎腿找人唠嗑 他说哎呀你们也太落后了 怎么现在还乱到喝废水呢 他一个5000年前的核物理学家 都看不过去了 这下把阿代拉搞猛了 他不远万里把木乃伊弄回来 是希望他能用医术救妹妹的 在三天前 阿代拉带着盗墓笔记去找 他进入刚发掘出的墓地 墓道下是一个木乃伊工厂 阿代拉走到果实布架子旁 把上面的游荡座护手双叉的均匀 他和队友拿出藏宝图拼一起 破解了大门的密码 按下太阳的图案后大门打开了 门内流出粘稠的沥青 门一打开 阿代拉就被队友用枪顶住脖子 他们要进去搜刮金银财宝 可不希望多一个人分钱 阿代拉顺从地离开队伍 来到一旁的计台 他扒开台上的沙子 按照台面图画的指示 将相应重量的沙子放到天平中 天平移动后一个地道随之打开 阿代拉翻开盗墓笔记 确信地走下地道 地道里是一个有无数财宝的帽子 队友兴奋地铺上财宝 把黄金首饰穿到自己身上 但黄金蛇竟然活了过来 将他勒死了 阿代拉对钱财毫无动力 直直走到木乃伊的石棺前 他让帮手把一层层的棺木打开 取出了最里层的棺材 帮手问他这就是法老房 他摇头说只是个医生 但是笑得开心心 他希望这个古埃及最伟大的医生 复国后就回他的妹妹 这时一个男人带着警察闯进来 男人让警察把阿代拉带走 要按偷到文物将他就地证明 阿代拉请求行刑前让他抽根烟 他因此得到了打火机 将点燃的火机扔下地面 地面的沥青一点就着 燃起大火挡住了警察们 阿代拉跑回密岛 拼尽全力地逃离火焰 他扑入木乃伊怀 顺势和棺材一起掉下石棺 他躲在棺材里挽机流泳进 卷入一个深深的漩涡中 之后从尼罗河上冒了出来 得到木乃伊的阿代拉 回到了巴黎 接下来他要找一个会复活术的教授 将这个木乃伊换回人世 老头在施展复活大法 挑了一堆法器在空中 他一阵摇头晃往后晕 再醒来成了学机走路 他像拍动翅膀一样摇动手 然后欢快地挥手飞舞 这个老人之前在复活一只一手 他的灵魂和恐龙融合 恐龙孵化自博物馆里的龙荡化石 他在五分钟里学会了飞行 飞上了城市的天空 他经过一座小桥石 袭击了上面的一个车辆 他尖锐地嘴巴破开车底 将轿车抓下了合流 车子里的人都丧生了 其中一个死者是警察局长 事情闹大了起来 总统让警局快速破案 警长为了弄清恐龙的来源 来到博物馆调查 但博物馆馆长不希望 恐龙被轻易消灭 只是含护地应对警察询问 推荐他们去找另一个专家了解 他推荐的人 正巧就是复活恐龙的老人 在警察来之前 老人正喂养恐龙 扔一块肉恐龙就乖乖吃一只 简直像一只大型犬 忽然老人听到了敲门声 他小心地打开门 看到警察问他关于恐龙的事 他想推辞不让警察进门 但警察执意进入了屋里 老人的屋内蒙起了一大块红布 恐龙就藏在里面 警察坐下后一边吃东西一边画 他刚拿起鸡蛋 恐龙就发出了咕咕声 声音引起了警察怀疑 老人连忙说是旁边的鹦鹉叫 警察继续包鸡蛋 但恐龙一直紧盯着警察 对食物被吃非常不满 当警察将鸡蛋放进口里时 恐龙冲了出来 恐龙高飞而去 而老人也被逮捕了起来 当作杀死局长的凶手关进牢里 老人才入狱律师就来了 律师见到他后几枚弄眼 还暗示自己的胡子有问题 老人认出了这人乔装后的阿代拉 阿代拉想要带老人出去 让他复活于一目乃一 他们没了解局 真正的律师来了 警察们试破阿代拉的身份 将他扔出了警局 阿代拉毫不器皿 在警局上演了间谍郭家家 他先化妆成厨娘 在老人晚饭里藏入厨师的名牌 想让老人带上混出去 但真的厨师一举报 他的把戏就又被拆穿了 第二天他扮作了修女 一打开门就被扔了出去 之后他伪装成了警察 骗过值班警察后 顺利进到牢房 他好不容易能打开牢房后 发现监狱里的已经不是老人了 原来老人明天要上断头台 被带到了另一个地方 除非得到能政府的胜利 不然阿代拉将没法救出老人 阿代拉去找总统 他曾经为总统写过文章 总统很高兴地接见了他 他们正争论着释放教授的事 恐龙出现在了屋顶上 从屋上俯冲而下 抓走了总统的宠物群 总统下了个够呛 坚决不同意放了博士 阿代拉无奈地回家后 看到了博物馆人的信 信中说恐龙驻巢在了馆里 于是阿代拉有了一条妙境 法老木乃伊母起嘴巴 亲吻植物人少女 少女直挺挺地坐了起来 马上能清醒对话了 少女的姐姐阿代拉在一旁喜极而起 阿代拉为救妹妹复活了木乃伊 为了完成这个计划 她要先得到掌握复活术的教授帮助 可教授因恐龙的事即将处死 阿代拉必须连夜将教授做出来 她找到了藏在博物馆的恐龙 不停叫她小宝贝 和恐龙套近 她注意到恐龙对她的毛围巾很感兴趣 大着胆子走进恐龙 将围巾缠到她的脖子上 赶到恐龙接受她后 居然骑到了恐龙身上 恐龙怎么乱跳她都没掉下来 阿代拉就这样骑着恐龙 穿越整个城市 在教授准备上断头台时 冲入警察中 让恐龙把教授抓住了 用恐龙来劫法场 阿代拉真是太酷了 她和教授飞回博物馆 教授见到了她的老朋友 两人高兴地相拥在一起 可在这片快乐的场景外 一个拿枪的警察正在盯着他们 警察瞄准备 将子弹射入了她的胸套 恐龙受伤后 教授的胸口也涌出大量鲜血 她的灵魂和恐龙的融合在一起 这下也受到了重伤 阿代拉连忙带教授回家 希望她能赶得及施法复活穆乃伊 回家之后 教授嘱咐阿代拉 将各种古老的物件摆在穆乃伊旁 完成后 教授闭上双眼 和穆乃伊的灵魂沟通 物品和教授都飞了起来 一声大喊后摔了下来 停止了呼吸 这时穆乃伊依然毫无反应 阿代拉看着钥匙无救的妹妹 绝望地坐在椅子上 没多久穆乃伊居然打了个打合起 从箱子里走了出来 她灵活地走来走去 还说着一口流利的法语和阿代拉交流 阿代拉告诉她 妹妹的大脑被发射穿过去了 已经昏迷了很多年 希望通过古埃及的医术救回她 但穆乃伊说 自己只是各区区合物理学家 没法就回她妹妹 阿代拉找错穆乃伊了 如果要找医生的话 必须要找到法老 医生是陪在法老身边的 但她又告诉了阿代拉一个好消息 刚刚教授的法力十分强大 把周边的王者也唤醒了 而她赶到附近就有强大的穆乃伊 阿代拉打开报纸 看到博物馆正在展出法老的穆乃伊 她喜出望外 带着穆乃伊去夜戏博物馆 穆乃伊虽然是个合物理学家 但是有一身法术 非常能干 灰灰手将门锁打开了 又能把保安们弄晕 简直像各家养小精灵 两人畅通无阻地进入了法老的收藏室 为了符合皇室的理议 他们先叫醒了其他木乃伊 让他们排在法老身边 再唤醒了法老 阿代拉向法老请求让医医治妹妹 她的痛哭打动了法老 叫来医生采用5000年前的医术救援 医生看了妹妹后 立刻把她脑袋里的针拔出来 用法老把她移到了枕台上 她用法老的内脏做成药 再配合神秘的东方力量让药冒出青烟 将这个药剂涂上一点在妹妹伤口中 然后用果尸部把额头包起来 最后是法老线上一面 整个古埃及手术过程就结束了 妹妹立刻做了起来 真是实打实的医学奇迹 阿代拉和妹妹大力地相拥 而木乃伊们走出博物馆 打算一路问路 从法国走回埃及去 故事里的木乃伊非常可爱 和一般的反派形象差别很大 蒙妹叹的时候被逗笑了很多次 你喜欢这样的木乃伊吗 在评论区和蒙妹聊聊吧